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战国初期,齐国十分强大 相邻的鲁国相对弱小 所以鲁国的国王很担心齐国侵略鲁国 便相结交远方的晋国、楚国两个强国 鲁国的国王很希望在鲁国遇到齐国侵略时 可以得到他们禁除两国的帮助 但有个大臣不同意国王的做法 便勇敢地对国王说 前几天有一个邻居家里着火了 人们都纷纷跑到千里之外去取海水救火 海水虽然很多 但等人们打来水,房子已经烧完了 所以说,原水是救不了近火的 同样的道理 晋国与楚国虽然很强大 但是毕竟离鲁国很远 但齐国离鲁国很近 如果齐国真的来攻击我们 那两个强国就像那片离我们很远的海一样 等他们来帮忙时 我们早就被齐国消灭了 所以,鲁国应该和齐国做好朋友 这才是防止真正的危险 所谓原水救不了近火 远亲不如近林 意思是处在远处的水 铺就不了近处的大火 居住在远方的亲戚 不如住在附近的邻居 三十六 关于鲁国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七 邻居家最后怎么样了 三十八 大臣为什么不同意国王的做法 三十八 四 四